越南 越南难以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之国 其水上木偶系作为文化瑰宝 自诞生起便汲取了水环境的灵动 农民艺人精湛记忆与无穷创造力 深入了解水上木偶系 便意味着对越南文化与人民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领悟 在越南河南省 有一座名为龙舵寺的古叉 其境内矗立着一块历史悠久的石碑 名曰 大越国礼家第四地 崇山延岭塔碑 上面刻有汉字记载 详细描述的越南豊朝 于12821年水上木偶表演 曾经作为庆贺皇帝生辰的节目 这份珍贵的石载印证了越南水木偶艺术的存在 并展示了其悠久的历史渊源 经过千年的锤炼 越南民间木偶艺术至今仍流传不息 越南北部有大量的池塘和湖泊 这就是水木偶诞生的基础 人们非常聪明地利用水面作为舞台 水是帮助木偶生动吸引人的重要因素 并创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 给观众带来很多惊喜 同时也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 与外面美轮美奂的舞台不同 竹帘后面是一股热门 木偶民间艺人潘文梦 出生于越南南定省 一个有着期待水上木 表演传统的家庭 我和我福音部是7它们的 因为我所见的 可是我可以发入女的 我对你组前庭 我和我一起的 1964 我和爸爸是怎么办 在北部和我发起来 拿到北部和� tu亩许 产生的东西 以后 我对我 Gotten 国家 posted 1950 国家的官司 我和我想 和部阔法 在北部和法 帕 我也是在法师的库里面 我也是在巴 Lan 来介绍了一个人的库里面 但是对于纽约 年约1904 我也是在法师的库里面 我也是一位比特教的 我也是一个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在小学生时 我也是一个人的聪明 我也是一位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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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人的聪明 在他的手上木偶的形象从几百种变成个一千多种 在塑造木偶的过程中 他赐予其灵魂 是寄成一块无生命的木头 蜕变为无 水上木偶的原材料选用无花果木 这种木材既轻盈又耐水 是制作水上木偶的不二之选 水上木偶通常由相互连接的两部分构成 主体与底座 其次 工匠可以将机械装置安装至木偶体内 实现对四肢和头部的精准操控 进一步增强木偶的灵活性与表演效果 中心械装装实现物 如果发生了傍心 后整体烧 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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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因爲在抄牛肉, 放入牛肉上面。 拿去南瓜 把牛肉先放入 蛋 拿去米肉 拿去白身 拿去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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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白身 拿去南瓜 拿去南瓜 把它切成 拿去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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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台之前完成一套水下套装,通常需要四套水下套装。